民進黨狂打抗中保台神主派操作統獨議事 柯文哲被質詢議事形態題 胸中一把火很不耐煩 抗中保台抵抗時鐘保衛台北 會跟他和談嗎 我們現階段是抵抗時鐘保衛台北 台獨團體甚至擬了不投降書 逼他簽當場踢到大鐵板 我跟妳講我根本不想提妳 那個是妳的誰 是妳的誰 是我們台灣的民意組織 妳沒有資格上來下去 我沒有資格上來 這是我的區域 台北市催打疫苗到一半 中央突然說次是帶疫苗要到貨 但沒同時地方 柯文哲像吞了炸彈 他說九月底啊 氣死人就是這樣 跟上一次那個兒童VNT一樣 就很想把他掐死 人家開始打了 他就說新的又來了 那大家就到底打還是不打 這個就是製造大家的困擾 我們就全部打下去了 然後再說要再打第二輪 我就會發瘋了 貝綠雲氣刀骨怒法 窗戶官議員走蹤 調侃他長得像韓國瑜 柯文哲這話噴出來 為什麼要放 當你的這個認知有障礙的時候 不管什麼東西 你都看出有障礙的東西 我是說你的眼睛 跟你的大腦的連結有障礙 當台獨孔中的意識形態 貫穿選舉 恐怕不止柯文哲 全民都將感到不耐 記者 黃文君 許光好 SNG小組台北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 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中市的日子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